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周课程与教学导论 学习重点是归纳与提示 好,我们来看一下 本周的单元是第三单元 台湾课程改革趋势下的实践 第二个主题 重理解的单元课程教学设计 我们看一下我们上完这节课里面的一些单元的重点有哪些 不然说第一个 重理解的逆向课程设计 重理解的课程设计又叫逆向设计 或叫Understanding by Design的UBD 重视具有普遍性、原则性、知识、形式性、可迁移性的大概念 在课程设计之中要着重大概念出发去做整合、扣连或是做学习类化的依据 以及其内涵架构之中有关理解事项 与核心问题所引导的 我们今天透过这个教学不是快乐学习、安乐时做完活动就算了 而是我们必须要思考一下 今天之所以设计在这个教案里面 学生应该知道什么 还有应该学会什么 所构成的那个知识跟技能的组合 所构成的一些面向的考量 第二个 受理解的课程设计所强调的大概念 可作为各领域之中 学习表现跟学习内容 搭配大概念的分析里面来分析说 这些指标里面背后想要阐述哪些概念 作为让我们素养导向跨领域统整的课程设计 或是你学习领域课程设计里面可以透过大概念的引导、致力于开展、聚焦 要让学生能够获得真正理解 就是能够会活用的那种能够说出、能够诠释、能够分析、能够感同身受、能够演出、能够必办 等等之类的能力的学习活动 并可据此作为规划真实或实作评量 或其他多余评量的依据或是证据 即使是素养导向的直笔称 也可以透过这种UBT的概念帮你去掌握到说 这个情境考题不是提琴场就算了 而是这个提干场之外 那个重点有没有要考到学生背后的重点 而非只是重点概念 而不是只是适时性的知识而已 第三个重点是 重理解课程设计的核心学习任务 可以透过GRASPS的架构里面 让小朋友用角色模拟的方式来安排 正式情境里面角色的任务要达成什么目标 然后观点人物或是一些相关的资讯 到最后如何去实施运用策略 然后如何去展现特性 如何去做评估 成效的一些依据 以及最后一个 重理解课程设计的核心学习任务 可以作为规划我们 教学计划里面的一个考量的核心 不再是老师讲的重点 透过那个任务当作核心 等于把主角还给学生 提供机会让学生搭舞台给学生去表演 老师在最后Push 后面Push里面的角色 提供应价协助和资源 让他自己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或是创作实践方案 但是在过程之中 UBT告诉我们可以透过Hire2 这几个原则 重分展现发现是跟 探究室学习的 素养导向教学的精神 那照片不是分立的 是一个照片集的那种概念 整个可以统整起来之类的 好,我们今天的课程 大致章就上到这里 大家有没有问题的呢? 没有问题的话 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拜拜